施女士说 这支包是一年前在加拿大买的 折合人民币1000多块钱 前段时间送去做清洗和翻新 费用是400块钱 我拿到这个包的时候 我当时脸色都变了 因为这个颜色完全生了很多 根本就背不出去 我很不满意 以前这个包是什么颜色 以前这个包它是 这个颜色很难形 它是比较很浅的 我觉得找不出词语来形容它这个颜色 就非常浅的 可能偏向于杏色吧 浅杏色 施女士提供了两张照片 一张是把包送来时拍的 还有一张是做过翻新之后拍的 从照片来看 是可以看出翻新后的包 颜色深了一些 她说这支包平时背的不多 现在这个样子心里很不舒服 她说你当时买这个包的时候 就应该做好心理准备 每次清洗的时候 颜色都会发生变化的 好像也 巨壳就是一口否决是自己的责任 我觉得 因为这个包我拿去洗过的 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 所以她这种说法 我觉得是在推卸责任 找到杭州文二西路461号的 三阳医务洗护生活馆总店 有位孙大姐说 施女士这支包 店内处理的没问题 包这个东西你要洗干净 当时她就跟她说过 这是来翻新的 那你如果包它是皮的 你如果不加深一点点颜色 是盖不掉它的油脂 你看到 它来的时候这个印子很明显 我们也跟她说过 你这个包是来翻新的 翻新的话 所有皮具类的翻新颜色 都会稍微深一点点 要不然你盖不住原来的 这种脏的东西 没有跟我讲过 包翻新之后会变什么颜色 也没有跟我说过 中间要注意什么 什么都没有跟我讲过 施女士说 三阳衣物洗户生活馆 在单位附近有个收医点 自己把包送到那里 但整个过程都没有人说 翻新以后颜色会变深 孙大姐也提供了一张照片 说是店里把施女士这支包 收进来之后自己拍的 把照片跟翻新之后的包 做对比 看不出太大差别 施女士提出 让店家重新赔一个包 记者把双方带到了 杭州文新市场监督管理所 工作人员对双方进行了调解 发稿前 施女士打来电话表示 店家愿意退还400块钱 洗户费用 他接受了 邮宝洪剑接受报道